好跟同學晚安 禮拜五晚上 很快就到了 周末了 今天晚上應該正式進入周末了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按照正常進度 來看一下 Charlie Mike 看我這個 Army的PT Uniform就知道應請一下我們今天的Charlie Mike 剛好 我 拍照掃描的頁數用完了我們用 輔助教材就是同學給的一個 網路書 看起來蠻清楚的我們就用今天就用網路版的來 做講解 講個一頁左右 大概就差不多了 我們回憶一下之前 餐一 軍的餐一人士官 那個叫Charlie的忠孝 氣急敗壞的打電話給Colvin 沒找到人 反而被司官長 耍弄了一陣子 所以他懷恨在心 他 內心講 不要被 不要被老子碰到 對我碰到我一定好好的整理 那個叫做 You shouldn't let pride Get in the way of your career 這樣子 他心裡面這樣想 表示說 他要 阻擋 Major Colvin的升官 升遷之路 好 場景跳到 Jim 就是 上位護理官 他把信交給 Lieutenant Sykes 就趕著去看 John Wayne的電影 這樣子 這個場景就跳到 電影 播放的一個場地 我們來看一下 內容 Lights Jane smiled to herself As a humming projector Through The white tunnel of light Unto The penny wall 那這個Lights 應該是一個口令啦 軍方看電影 可能有一個電影播放 以前有一個 電影 播放的一個projector 像投影機一樣 投到這個 螢幕上面 那因為軍方都有階級 這些都是 軍職人員 他就會下口令 Lights 那個操作的人 就會趕快把 燈打開 也就是這個播放器的 開機 然後投影 這樣 這是一個口令的聲音 表示開始播放 James smiled to herself As a humming projector Through the white tunnel of light Unto the penny wall 那James就 很高興 就 暗示微笑起來 當 投影機的 運作的聲音 有一種機器運轉的嗡嗡叫的聲音 投影出 一道白色的光芒 像 像tunnel一樣 tunnel是隧道的意思 白色的 隧道一樣的一道光 就投到一面 應該是 上了油漆的牆 把它拿來充當 銀幕 因為客難 再前線客難一點 那我相信那個底色應該是白色的 或是接近白色這種彈色系 才有辦法看到 否則投影的效果會不太好 這個我目前也碰過了 這個我目前也碰過了 這個我已經碰過了 那這個我今天也碰過了 我目前在 這個我已經碰過了 我目前在 在 這個我們還要 這個我現在 你就是 我現在 你不是 這個我已經碰過了 這 我現在的 是 在玉校官校都有礼拜六晚上 有时候会有机会看到还不错的电影 第二个是义工队 第三个最讨厌的是国剧 那那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放电影的晚上 有点像我们以前念玉校礼拜六晚上 但不是每个礼拜六晚上都有电影 要碰运气 看他怎么轮 所以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很经典的 就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每次放电影都会这个样子的夜晚 电影之夜 然后呢 因为那个放影的机器很老旧 The film had broken for the third time in 10 minutes 播放十分钟断片三次 我们以前会啦 但不会十分钟断片三次 在整个播音的过程当中断个一两次就有可能 但是不会十分钟断三次 The usual cat calls, insults and questions were directed at old sergeant Harry 那cat calls是在那边学狼嚎那样鬼口鬼叫 在里面瞎起哄 然后骂声连连 骂声士气 因为断片了 十分钟断三次 有点过分 然后呢 crushing是质疑的意思 所有人都在骂那个老士官 放片子的老士官叫Henry的 那这个老士官被骂也习惯了 他就不能骂 不能跟观众对骂 否则变成疯狗了 他就骂机器 骂电影 连John Wang的电影都骂 骂陆军 要买这个烂机器 然后呢 骂那些 在里面瞎起哄的人 都骂 然后呢 又重播一次 这样子 那我们以前也会瞎起哄啊 那个预效很可怕 因为一个年级有1200个人 在我们那个时候 一个年级有光学生 不算对职干部 就有五个年 一个营就有五个年 我们那个年班 74年班 74年毕业的有两个营 一个营大概是600个人 有五个年 可是每一个年都100多个人 所以加起来将近600个人 你看这个场面 如果三个年级 全部挤在中正堂 就是1200个人乘三 3600个人 如果再加对职干部 那个如果你在里面 在里面 哄哄叫的话 那个声音会很大声 但是是军校没有人敢 那个对职干部都在现场 你在里面闹 就给你登记进族 所以比较不敢 通常敢的都是三年级 那个天不怕地不怕 毕业班比较敢 那我还记得有一次 在中正育校的中正堂 我们看国剧 大家最讨厌看国剧 所以一定呼呼大睡 但是呢 国剧又是好杯杯很喜欢看的 所以我们军中一定要看 那个陆光国剧队 各种国剧队来 对职干部就开始出动 那种巡逻 拿着笔在那边登记谁睡觉 就要进族 所以大家被逼的看不懂 要被逼的眼睛张得很大 然后呢 你3600个人要坐在中正堂 等于楼上楼下 整个礼堂都坐满 楼上很高哦 要爬楼梯爬上去的那种座位 看台 我还记得我没有个同学 不知道是蛮有名的 蛮调皮的 他坐楼上 然后国剧终于演完了 要谢幕了 就请国剧队的 那个演员出来 演员代表出来谢幕 然后呢 校长还要走上去 寒暄一下 感谢这个陆光国剧队发扬国粹怎么讲 结果呢 我们就突然全场 看到一架小飞机 指责了飞机 从 大概有四五层楼那么高的看台 中正堂是那种拱形的 里面的设计 就有一台小飞机 飞得很慢哦 好像有一个人很堵栏 就设了一个小飞机 好像是手上的那个 看国剧他都会有一个翻译 跟那个唱歌在唱什么 他会写一下故事的大纲 在一个小的 小的纸 有点像传单上面 让你看得比较懂 虽然两边有投影啊 告诉你 但是投影出来是原来的剧 里面的那种文言文 我们会有时候看一下那个大纲 会发一张纸 让你比较容易看懂 发扬国粹 他把那张纸拿来 折了一个小飞机 那个小飞机折得还不错哦 一射出去之后 我们全场就看到那个小飞机 支持的飞 飞很慢哦 这样子 有点像以前看到轰炸机 要准备去轰炸 但是你的高速炮 打不到那个样子 全场就看到那个小飞机 慢慢飞 都不转弯哦 慢慢飞 慢慢好像遥控的一样 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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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往校长那边一直 校长站在台上还在讲 校长没看到 所有人就开始一阵哗来 那个飞机飞飞飞 就咚 不是打到校长的头 打到那个一工队队长的头 好准 校长震怒 结果解散了之后 全部留下来罚站 就看到校长拍桌震怒 也不知道他在骂什么 结果说谁丢了没人承认 反正是楼上不是楼下 真好笑 这是以前我们看的 这个让我想起以前 我们绕军的 各界都会来绕军 有时候绕军变成劳军了 堵栏的设个飞机 还设好准 Gene sat on her Japanese Footen looking down the small grassy slope at the fuzzy Cowboy figures moving on the penny white wall that serve as a screen 那Gene呢 就坐在 他自己带去的一个 有点像 日本式的这种 榻榻米上面的 碎垫 它可以折起来 然后摊开 可能就是一个 单人的碎垫 可以折 有点像你到海滩去 那种冲气的碎垫 不过那个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 设计是怎么样 类似那样的东西 表示说他去看电影 他因为没有位置坐 他就在地上放一个 像野餐 或是在海滩上面 可以躺下来 比较舒服的软垫 自己带去的 他就坐在那个软垫上面 然后呢 由上往下俯瞰 一片小的 种有草皮的 种的草的小斜坡 然后呢 那个斜坡 降下去 所以有可能在户外 才会有 grassy slope 长满草的小斜坡 然后呢 再看到 荧幕上面 那个荧幕是一面墙 就是 漆了白漆的墙 当成荧幕 里面有一些 模糊的 像牛仔的角色的 这些人在那边 动来动去 现在因为 那个还在 修那个投影幕 有可能还不清楚 他把灯打开 所以不太清楚 正在修 那个断片了 所以他看到一些很模糊的 投影出来的牛仔 那个那部片子 那个True Grud 确实是牛仔片了 好像是 故事的背景是在19世纪 这样子 好像也是警长去抓 那个悬赏的嫌犯之类的东西的 这种体财的片子 就是那一面墙 七层白色的墙 充当放映的荧幕 这样子 他就坐在日式 和风 折叠 床 垫 上面 然后呢 由上往下 俯瞰过一片 草皮 种满了草的小斜坡 然后看到荧幕是一面漆满 漆的白漆的墙 上面有些模糊的牛仔的身影 在动来动去 Patients have priority on the few benches and they set up front 那病患有优先做 有几张长板凳的优先权 其他人就没有位置做 就地坐地上 然后呢 他们就坐在前面 只有前面靠墙的地方 有长条板凳 只有几张 优先由病患来使用 其他人就要坐地上 staff such as herself set on the gentle slope which afforded a good view and a place to stretch out and relax 那那个医院里面的工作人员呢 就如同他 包含他自己 属于工作人员 医院的护理人员 就坐在一个缓坡上面 那个缓坡提供了很好的 视野 可以看得很清楚 因为在坡的上面 可以看到荧幕 看得很清楚 很好的这个视野 而且呢 也提供了很充足的空间 可以伸展 放松 因为你坐在椅子上 只能直挺挺挺地做的 他躺在斜坡上面 就可以跟 在海滩上面 做日光浴一样 可以自由伸展 Susie Mercy have brought a whole blood cooler filled with beer and ice and sat next to Jim with the most recent boyfriend a pilot from the medevac helicopter unit assigned to the hospital 那他有跟着另外一位朋友 叫也是同事 叫Susie Mercy 这个女孩子 他带了一个 一整箱的这种冷冻箱 我们平常去外面 老美是很喜欢带 很喜欢带个cooler box 就是冷藏箱 手提的 里面放一点冰块 然后放一点饮料进去 在大卖场买比较便宜 提的到处跑 这样子比较省 随时都可以喝凉的 那这个老美很习惯 我们国内比较不习惯 那这个他的室友就拿的 不是那种我们去看 带到海边的那个 像钓鱼的那个 那个保温筒 提的不是 他带的是 人家输血 放血带 放在里面保温的那个 放血带的医疗用的那个保温筒 他把它拿来放啤酒跟冰块在里面 然后呢 充当那个 反正医疗器才有多的吧 充当可乐的这个来喝 就是不是可乐啦 充当那种 冰桶 我们现在看人家去钓鱼的 那个冰桶手提的 那我以前 20多年前我在Georgetown 我就看到夏天上课的时候 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我们的教授就会 应该也是跟这个越战的时候 很接近的一个 他以前是陆战队队员 这个Marine 他就时常进教室 就提自己 从车上提了一个小的冰桶 然后里面就放一堆 他喜欢喝的饮料 然后倒一些冰块 就提了 下课的时候就拿来喝这样子 然后放学校回去了 就提了冰桶上他的车子 这样子 所以这个Suzi Mercy就是 带的是那个 人家捐血用的 那个冷冻的 放雪袋的那个cooler 然后呢 把冰跟啤酒放里面 先充当一下那个保温桶来用 然后就坐在Jane的旁边 那跟她的最近刚刚交的男朋友 表示她时常换 这个老北来讲很正常啊 老北 他时常换男女朋友 这个很常见啊 A Pilot from the Malivac Helicopter Unit 他是一个飞行员来自于 医疗的空中救护单位 也就是直升机要去救援 那种空中救难队 如果有人受伤的话 他就要飞到伤患的位置去 做空中撤离 带回医院来这样子 那这个单位呢就 他的派任 派到医院来做这种 空中机动医疗小组 这个飞行员 所以是一个直升机的飞行员 有点像我们的海欧救难大队 救难中队 类似那个很像 Susie would probably be using Jim's room later Susie's roommate was a religious woman who wouldn't hear of man being brought into their room for an immoral purpose as she called it But Susie wouldn't think of disappointing a pilot 那Susie有可能 待会会用Jim的房间 因为看完电影 你跟他男朋友度个小周末 可能会用到房间比较隐私一点 谈谈恋爱 男欢女爱要用到房间 为什么 因为他的室友 为什么用Jim的房间 因为Jim的室友在值班 就是那个Valerie 他在值班 还不会轮直轮丸 所以等于他的卧室没有人 那去用Jim的房间 那Jim要到哪边去呢 可能就会到他原来的房间去 两个先交换一下 类似这样 我再猜了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Susie的室友 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 可能宗教信仰非常虔诚的一个 女孩子 一个女士 他没有办法听到说 有人随便带男孩子 到他的房间里面 做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 违反 这种教义 违反 这种 他的宗教里面 这种道德的精神 不行 这样子 所以他叫他叫 他那个很虔诚的室友 称之为 immoral purpose for an immoral purpose 做一些违反 道德良心的事情 But Susie wouldn't think of disappointing a pilot 但是呢 Susie并不会因为说 他的室友 不让他带 随着便便带男朋友 进他房间去 就算了 因为这样会让那个pilot 感到很扫兴 很失望 好不容易 大家轻松一点 没有任务 然后呢 看看电影 看完电影 当然要好好的 共度春宵 这样才行吧 他不想让他的男朋友失望 所以想尽办法跟进讲好说 待会用个房间借一下 你先到我那个地方去 跟那个很虔诚的室友 两个人聊一聊圣经什么的 我们明天再换回来 类似这样 好 那我就论个喉念一下 今天21分钟差不多 正常的时间 请进一聊 吗 咱们 请进一聊 这一聊 再次 请进一聊 好 Sergeant Harry, the projectionist who cast the machine, the movie, the army, and the hecklers, then started over again. Jane set on her Japanese foot, looking down the small grassy slope at the fuzzy cowboy figures moving on the painted white wall that served as a scrim. Patients had priority on the few benches, and they sat up front. Staff such as herself sat on the gentle slope which afforded a good view and a place to stretch out and relax. Susie Mercy had brought a whole blood cooler filled with beer and ice and sat next to Jim with her most recent boyfriend, a pilot from the medevac helicopter unit assigned to the hospital. Susie would probably be using Jane's room later. Susie's roommate was a religious woman who wouldn't hear of men being brought into their room for an immoral purpose, as she called it. But Susie wouldn't think of disappointing one thing apart. I think one thing apart. I think one thing apart. I think it's up to the lobby. That's it. I look to see it. I am a guy than it in front of you.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look at this. I think it's on our website. One thing apart. One thing apart. This wall is in the front of the guys. This one thing in front of the men and women there, trying to look at the stands and not on the ground. There is some some front door. There's a forstands in front of the desires, because there's there were only long front door, and the front door. I think that's 可以在草皮上往下面看 是一個小緩波 我認為應該是在室外看 那我們室外電影院 比較不是那麼流行 以前可能還有 就是自己搬的板凳到外面看 那老美是也滿習慣在 室外看電影的 好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個地方 時間24分鐘 差不多 感謝同學 明天安靜度應該可以回到 禮拜六下午應該可以回到Charlie Mike 繼續看我們精彩的Charlie Mike 感謝同學晚安 先祝各位同學週末愉快 明天見